8个近战金卡,谁能打败150个章鱼? 比赛规则如下,植物种植9个,成功通关就是王者,挑战失败就是赖子鸡。 当然,赖子昆昆只是一个猜明。 帅哥亮你们记得长按点赞投币走一波,我们直接开始。 第一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植物界里小龙的这师傅。 5G特性是双龙出海,攻击模式变成棍鸡6次后追加龙王鸡, 龙王鸡附带的鸡腿代率提升至60%,鸡腿距离提升至2到5格。 但是面对张朝汹涌的章鱼带军,他也是很难过,最终全部变成章鱼,挑战失败,融获辣子鸡称号。 第二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近战一姐的尖刺秋葵。 有一句话叫,向神挑战是愚蠢的,毫无疑问,这批章鱼是愚蠢的,胆敢挑战当名鼎鼎的螳螂拳。 他的5G特性有一个属性是远程打击,就是发射的穿透子弹,你毒解还是你毒解。 前面植物变成章鱼,后面植物立马打破僵局,最终轻松拿下王者称号。 第三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矮个子大卫王的橄榄坑,僵尸无法把它变成章鱼。 5G技能可以吞噬4只僵尸后风堵,本以为能吃个饱顺带拿个王者称号,结果吃称了,最后荣获辣子鸡称号。 不过能坚持到最后一波,也是非常不错了。 第四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火边的传人炙热山葵,满击后他每隔10秒都会有20%的概率发射一团火球,并远处的僵尸造成600点伤害。 但火球对中小体型僵尸的伤害上升至1万,但是这个玩意儿概率感人,对这次挑战赛也无太大用途,最终荣获辣子鸡称号。 第五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植物雷神的铁锤蓝,普通攻击对前方两个内的敌人进行攻击,有一定的概率触发重锤,重锤可以把敌人埋入土中。 一阶概率浅埋,二到三阶概率深埋,四阶概率开大,五阶特性是致命一击,被深埋在土里的僵尸受到垂击,会立刻死亡,前提是巨人除外。 最后成绩和秋葵一样,属于无伤通关荣获王者称号。 第六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近身小毒王的虎头姑,他的攻击范围是前方3x3,中毒范围是3x1,毒伤是10%,百分比毒获胜那是肯定的,并且还有控场效果,王者称号给他当之无愧。 第七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闪掉五连边的凤梨恋刃,纯固伤植物,攻击范围小,无意义动作略夺,最后荣获辣子机称号。 第八个出场的是江湖人称近战叛徒的防风草,因为五阶后直接变成了远程攻击,所以说他是近战叛徒。 最后荣获王者称号,本期挑战测评到此结束,看到最后的大佬点赞扣666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